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彦琦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 薛化元老师帮我们介绍到 关于台湾在国际定位上的一些发展 从开罗宣言 然后到波磁坦宣言 成为新闻公报的性质 然后一直在讲到降服文书的内容 甚至还有提到说 1940年代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版本的宪法草案 其实在领土范围里头 是没有包含台湾的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想要回到 关于降服文书的部分 那老师降服文书是 麦克阿瑟他代表去签订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多说一下 关于麦克阿瑟对于降服文书 他的立场是如何呢 是应该这样讲 降服文书当时是 因为日本投降 所以日本政府的代表 当时外向重光回 他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签字 那他签了字以后 依序就是 因为联合国最高统帅是麦克阿瑟 他代表联军就签署 那接下来各国的代表就依序签署 当时国民政府 就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是徐永昌 他还把他签字的笔 送给国使馆 或者典长 那麦克阿瑟代表的盟军来签署 那到底他自己认为 他认识的这个降服文书的性质是什么 那我们说过 关于这东西的影响等等 不只我们台湾人应该关心 当时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很关心 所以日本 在上一集我们讲日本的国务的答询 实际上当然美国也很重要 我们必须了解 美国有关外交的决策 总统很重要 国务也很重要 再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因为美国主要的相关外交的任命 都要经过外交委员会的同意 那当时麦克阿瑟就应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 来说明到底 签署了降服文书以后 这个法律上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降服文书签署之后 就是他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那麦克阿瑟认为 在法律上台湾仍然是 战败了日本的一部分 这在国际上更是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实乎上很多很复杂的 我们之前也讲过 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在 多多再思考这些问题 那同时呢对日本 所领有的各个地方的处置 也还没有决定 为什么 他说根据麦克阿瑟的指导 还有什么亚尔达还有其他地方 有讨过一些协定 做了一些讨论 可是这讲了半天 这些协议这些讨论 都不是正式的法律的处置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也讲台湾 所以我们讲了但是说 关于台湾澎湖的地位问题 关于开罗宣言 关于波斯坦公告 怎样有那些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 亚尔达密约也一样不是条约 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在法律上来讲 麦克阿瑟认为台湾当时 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 这当然则是合约还没有签订之前的状态 是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 降服文书基本上 它只是具有停战性质的文书 而不是处理关于领土的主要文件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想要回到 就是关于台湾人 台湾人在当时候好像 比较没有去考虑到说 国际法的内容是如何 而是一心一意就在所谓的回归祖国 有某一种这种气氛上面 老师 是我想关于战后初期 台湾人民 特别是精英 怎么看待自己 或者是台湾的定位是什么 这当然是影响了后来 台湾发展的重要的因素 根据当时的一些调查显示 好像台湾人确实对日本宣布投降这件事情的反应 而是期待中国来接受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应该要考虑 从日本统治时期以来 台湾人认同问题是怎样的情形 这样来看 可能才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个主题 是 老师 那这样子看来的话 我们好像要把说 所谓台湾人的议题感跟所谓台湾的国民意识 分起来是两件不同的事吗 那什么时候台湾人才有自己所谓的议题感意识 是不是要从日治时期开始有第一份全导性的文字开始说起 应该这样讲 这不同的理论说法会不一样 像对在台湾很流行的Anderson的说法 当然必须要一份 这个共同体内部有的一份 这个整个范围内可以看的一个文字的媒体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在日本统治初期 台湾有这个全导性的报纸 这是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 是一个重要的要件 可是如果从比较左派的观点来看 那你经济作为共同体 交通建设的网络打开也很重要 那这个像中贯铁路的打通就很重要 我们现在说台湾高铁 使我们台湾西部一日生活圈的形成变成可能 那中贯铁路使台湾这个西部打通变成一个 这个共同体的可能也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应该这样说 可是具备有共同体的这种可能 或者说具备变成一个Nation的可能 跟它现实上是不是变成一个Nation 这个是两件事情 是 那老师我想要接着问的是说 如果说台湾人的一体感意识 其实是在日本的差别待遇之下 那逐渐形成的 那可是在战后当就是台湾人也会高喊说 我们赢了 那个赢了到底是赢了什么呢 我想如果有兴趣去看当时的人在战争时候的日记 在战争时候日记大部分的人在描述上 特别是在晚期之前 他还是把自己跟日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为主 应该这样说 可是到了日本宣布投降这一个刹那 那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在日本时代 常常说台湾要扮演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桥梁 原因就是台湾人在雪原上 在文化上跟唐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非常常见的 这不止台湾人这样讲 日本人常常这样讲 那甚至到后来 日本的特高 也因为这个原因 怀疑台湾人到底在战争发展下 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 因为对近代国家的认同 不是那么清楚的状况之下 那面对对日本 那你跟他不是很一样这一点了解 虽然在另一方面他知道他是日本的国民 可是是不是祖国是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在日本时代发生祖国事件 就林建坦到中国去 林某回到祖国 这是父祖之国 他讲的是他之前那一件事 他爸爸他祖父的认识的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种传统术的雪原术的民族的认同 虽然知道在国家的属性上 他是属于日本的国民 所以换句话说 一旦这个日本宣布战败那一刹那 台湾人要想的是 到底你是赢了还输了 OK 越想可能觉得 好像赢了 越是越赢了 应该是这样说 另一方面他 必须要面对另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台湾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透过资讯 他们也了解 会是由国民政府派人来接收 这是事实 可是在那一生 所以就马上想到 所以头脑一样 光复了 祖国来了 想的都是这样 可并不是说了台湾精英 对这件事情都无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廖文茴 廖文茴就是廖文毅的哥哥 他比廖文毅更早 就意识到战后台湾的第二问题 廖文毅在战后处理主张是联审自治 那是一件事 廖文毅就意识到说 乘以接收台湾跟麦克拉圣 统治日本是一样的性质 没有人会认为 麦克拉圣统治日本 就代表日本属于美国 所以对廖文何而言 这个转移 基本上是一个战胜国的接收而已 不是主权的移转 可是基本上当时台湾的精英还在想 祖国接收来了会怎么样 这一件事情 不过同一个时间的前后 除了像廖文茴这些人留下文字之后 我们必须了解 国民党当局对这件事情 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 所以我们才会在蒋介石给陈诚的电报中去发现 居然说一直到1949年1月 蒋介石还说 台湾还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那这里我听下来 我其实会想要追问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说 在日本的差别待遇统治之下 台湾人其实一直有一个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那这个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即使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只有少数人理解到说 接收跟主权的转移 是不一样的状态之下 老师刚刚提到说 廖文艺有主张所谓的联省自治 那那个联省自治是什么 老师可以再多说一下吗 你既然讲到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廖文艺来讲 这样OK啊 也没有问题 理由是什么 现在就不是台湾史的问题 要从中国史的脉络中来解释 这个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 月人之月 闽人之闽 乡人之乡 就是湖南人统治湖南 这个就是民国时期 在中国的联省自治的主张 就像那个陈炯明 他之所以能够从福建打回广东 那么赶走当时在这边的所谓云南 贵州这边的军阀 很重要的原因的理由就是主张 月人之月 这是一个 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可能就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自治下的台湾的意思 第二个是发展到台湾变成主权国家的意思 这样来讲我们用毛泽东的例子最好了 毛泽东他因为是湖南人 所以当然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 所以他在民国出演的文件会说 他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 他是反对中华民国的 这样讲各位就会了解 那一个历史的脉络 廖文艺在战后初期的头脑 是比较接近这样的主张 是 老师那这样说来的话 我们可以说就是联审自治基本上 他比较主张就是地方分权制 而不是中央集权制 是 这个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背景 我们刚刚讲这一块 之后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民国宪法 怎么做些规定 可能大家就会更理解 为什么二二八时代台湾金英 会主张高度自治 那么关于战后台湾人民 如何看待自己或是台湾的定位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接续前面的节目呢 我们要请老师再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关于陈宜啊 她来接收台湾的情况 老师 是 我想这个地方应该 我们应该这样讲 陈宜会来接收台湾 正如我们之前前两集讲的 主要是根据 麦克阿斯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但是麦克阿斯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是对日本发的第一号命令 所以当然同时她也说知会 等于是国民政府也会知道 同时日本各地区 也会收到这些指令 可是这个指令 同步呢 日本的大本人也会通知 像刚出林宿 这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这样安藤立即 这样比较正确 假如这样说的话 那这个当时的第一号命令 我们怎么知道 它不是主权的转移 我想只要看9月9号 那一个中国战区的详书 会更清楚 因为当时他指定国民政府 也就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 他能接受的地方是中国 但不包括东山省 台湾还有北纬16度以北 中文版叫做越南 实际上讲的是话属印度之那 但如果这样讲的话 一定不能理解 成说来接收 就是享有主权 不然假如这样说就很危险 你就要读成说 所以中国就拥有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 那苏联就要拥有中国的东山省 我想这样子跟我们大家对历史的理解来讲是 唯有感很重 只是过去因为只讲台湾 大家没有感觉到而已 那老师也就是所谓说 所谓中国战区 是来向蒋介石派员来接收占领区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 也就是正式的 在我们说不在国际法 在现实上 台湾其实就是归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内法所统治 应该讲清楚一点就是说 10月25日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举行之后 台湾在现实上 就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国内法 来统治台湾 这个是进行事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当然台湾省省省省公署 也在台湾整个正式的办公 那也有人说 你看所以就台湾光复节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台湾光复节长期以来不是国定假日 台湾的没有感觉 因为在我的时代里面 光复节就放假 当然是假日 它是台湾省的假日 所以后来曾经为了金门马祖 到底能不能放光复节这件事情 还有个讨论 这已经到李登辉总统人类 就有人就注意了 当时政府还解释半天 为什么要放假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注意 1945年的10月25日 没有错 确实那一天举行的受享典礼 可是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当时没有宣布 台湾人国籍的改变 那我们在之前只是跟大家解释说 这是暂时接受的兴趣 那主权的转离 必须有正式国际的条例 这没有错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说 日本没有把主权交给中华民国 这我们都讲过了 问题就在这里 10月25日 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 开始统治台湾 可是台湾人的身份 国籍有改变吗 这当时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10月25号 如果要说是所谓光复节的话 不合适 可能是不是比较讲说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始政日 会比较恰当一些 连这一点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光复节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我们下次讲说 觉得说这个时候光复不一定是正确的 始政日也不一定正确的原因是因为 日本根据马关条约是正式取得主权 这个时候好像也不是这样 所以应该来说明的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 这个议音放送以后 等于日本自己宣布 对内宣布 对外战之前就已经通知盟国了 它输去统治台湾的正当性 可是现实上台湾并不会因此而光复 这是我想应该理解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因为不会马上就理所当然认为 台湾就会属于中华民国 可是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来讲 它是理所当然大肆宣传台湾事探的一部分 这一点我们也是事实 只是要问的是说 假如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没有把台湾人民 马上去处理他的国籍问题 我觉得这是需要再做更多的研究 可能会更清楚 那老师刚刚也有提到说 关于国籍回复 那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1945年的8月15号的时候 其实中华民国的 应该是说台湾跟澎湖地区人民的国籍 还是归属于日本所管辖吗 对我是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 没有意识到那么多 它只是没有去处理掉 所谓台湾人的国籍问题而已 因此它真的处理掉台湾人的国籍问题 是在1946年的1月 那时候行政院先办法命令 然后就台湾省行政长公署 在根据行政院的命令 公告台湾省民 自恢复中国国籍 而且溯及到1945年10月25日 我们要注意 这个时候 所谓 它宣告台湾省民 则是那时候在台湾的 在海外的不算 在海外是有国籍选择自由的 这一点要说明 是 好 那这一集薛化元老师 帮我们从国际法 或者是政治现实 跟甚至台湾人对于台湾的国际定位 跟自己怎么看待台湾 有非常多的介绍 那更多关于国籍回复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 会做更多详细的解读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